大明王朝的崇祯元年的征月 崇祯皇帝派刽子手 来到了前任 私立间丙比太监兼 东厂总督太监魏忠贤的老家 掘开了魏忠贤的坟墓 打开他的棺材 拖出尸首 对死了两个多月的魏忠贤的尸体 实行千刀万挖之刑 你们一定会问的 你说人都死了两个多月了 对他失守进行千刀万挖 有啥意义呢 因此有人指责这朱有简心里变态 可是我认为 这恰恰使崇祯皇帝向全国宣布 要彻底铲除燕党集团了 最后呢 崇祯皇帝就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一场清理燕党集团的运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将三百一十多名燕党分子 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政府部门清理出去 这就是崇祯年间著名的魏忠贤 燕党逆案 那么这个魏忠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所谓燕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他们究竟干下什么 失恶不受的大罪 至于让崇祯皇帝 守得如此残忍 大动干戈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就从魏忠贤其人说起 魏忠贤原名魏四 出身黎元世家 从小没读过书 可是他呢 人长得很帅 伶牙俐齿是能言善变 从小就跟地皮流氓混在一起 那么后来呢 由于欠了赌债 躲避债主追杀 为了保全性命 一狠心将自个儿给淹了 进宫当了太监 改名为李晋忠 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进了宫之后啊 为了向上爬 他就巴结了当时的大太监 叫魏朝 这魏朝啊 是前清宫的主管 经过魏朝的推线呢 这李晋忠啊 就进宫伺候皇帝的妃子 这地位呢 就提高了很多 在天启皇帝登基之后 就入了晋忠 为司礼监丙比太监 并赐给他个名字 叫魏忠贤 可人们会问啊 这司礼监丙比太监 那是要给皇上阅读奏章的 那需要文化水平啊 至少你读得懂 大臣们的奏章啊 这天启皇帝怎么会 让魏忠贤这样的一个文盲 担任司礼监丙比太监呢 这就得说一下 这魏忠贤的活动能力了 这个人活动能力真的很强啊 他为了向上爬 设法巴结上了这个 天启皇帝的奶妈 克氏 人称克巴巴 天启皇帝的奶妈 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她怎么可能帮助这个太监升迁呢 这就要说天启皇帝和他奶妈之间的感情了 天启皇帝朱优教 很小的时候呢 母亲就去世了 她是奶妈一手带大的 她和奶妈之间 有着深厚的母子之情 朱优教登基当皇帝之后 封他的奶妈为奉胜夫人 不但给他奶妈赐了很多金银珠宝 还将后宫中的很多重要的权利 交给奶妈掌管 这个克巴巴 仗着自己是天启皇帝的奶妈 真横跋扈啊 出门非得做八台大教 有行人挡到 这护卫们冲上前去 手中的棍棒是一顿披头盖脸打过去 有些大臣看不惯 就上书弹劾 所有弹劾的都被做了降职处理 以魏忠贤的精明 当然看得出 克巴巴在天启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巴结这个克巴巴 想什么烦呢 有一天啊 这魏忠贤呢 花了五百两银子 安排了六十道菜的酒席 请克巴巴喝酒 这么高的规格 哎呦的克巴巴感动啊 再加上魏忠贤长得又帅 又能说会道 这俩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 这本来这克巴巴呀 跟魏朝在宫中公开结为夫妇 可这会儿呢 这克巴巴 哎就想抛弃魏朝 要和魏忠贤结为夫妇 人们一定会问了 这宫中的太监还能结婚呢 这明朝啊 这宫中的太监和宫女 结婚是司空见惯 他们称之为对食 顾名思义啊 就是面对面做的一块吃饭 图个照应 这克巴巴要抛弃魏朝 选择这个魏忠贤当丈夫 这魏忠贤当然不干了 所以魏忠和魏忠贤两个人就互相争执 互不相让 这让克巴巴很为难 怎么办 只好让天启皇帝做裁决 这皇帝面对跪在面前的两个太监 他也不知道做何选择 就问克巴巴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克巴巴也没说话 就朝着魏忠贤撇了一眼 皇帝明白了 好那就你了 就这样 天启皇帝将自己的奶妈 判给了魏忠贤 两个人结为夫妇之后 魏忠贤很快就取代了魏朝 在宫中的位置 不久又把魏朝赶出皇宫 又过了一段时间 魏忠贤就派人将魏朝给杀了 通过以上事实描述我们可以看出 这魏忠贤人品真的非常坏 虽然人品坏 但是由于他和克巴巴之间 不去配合 两个人就把后宫的大权 逐渐的完全控制了 这两个人控制了后宫大权之后 就想进一步的干预朝政 这野心就膨胀了 你要干预朝政 那得得到皇帝的信任 所以魏忠贤就让克巴巴 在皇帝面前推荐他 这魏忠贤拔着克巴巴 目的就在这儿 结果在克巴巴的推荐之下 天启皇帝就任命魏忠贤 为私底监丙比太监 其实这皇帝信任魏忠贤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这个陪皇帝玩 天启皇帝啊 他就是个大男孩 特别的贪玩 那么魏忠贤呢 自小生长在黎原世家 文艺圈那活 他都玩得非常精通 而且还会踢球打蛋子 牵一下皇帝高兴 为了嘉奖魏忠贤 陪他玩有功 就任命他为东厂总督太监 私底监丙比太监 加东厂总督太监 这两个职务加在一起 就给魏忠贤提供了 干预朝政的条件 再加上这个天启皇帝 不但贪玩 而且他还有一个爱好 什么爱好呢 喜欢做木匠活 这对一个平常人而言 这叫特长 这对一个皇帝而言 这就叫做致命弱点 就是为什么 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爱好 被大太监魏忠贤利用了 那他怎么利用呢 就这魏忠贤呢 全门等皇帝 干活干在信头上 拿紧急公文 让皇帝处理 这会儿皇帝哪有这心思 就说你们用心办就行了 我知道了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惯例 这皇帝的权力呢 就被架空了 所以这魏忠贤呢 就一步一步地 爬到了权力的顶峰 有人叫他九千岁 他也敢答应 皇帝才万岁 他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以魏忠贤 善权专正控制了朝廷大权 一些大臣们 哎 就开始趋炎覆势了 纷纷投靠 就这样 在魏忠贤周边 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群体 这就是 燕党 大明政坛 再起波澜 一个个围绕黄群的斗争 正在上演 年轻的朱尤简 将如何面对 复杂的政坛风雨呢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不知 魏忠贤 燕党案之谜 魏忠贤之所以能够一手遮天 朝纲独断 关键点在于 他能够得到天启皇帝充分的信任 魏忠贤清楚 眼前的赫赫权势 虽然无比美好 但是可怕之处在于 眼瞅着天启皇帝 已经病入膏肓 马上就不行了 如果新皇帝登基 仇视自己和克巴巴的群臣 一旦反击 极有可能遭遇灭灵之灾 怎么办 总不能坐以待地 于是他们开始绞尽脑汁 想起办法来 那么魏忠贤和克巴巴 为什么如此担心 天启皇帝的驾崩 为了把至高的皇权留下来 他们又会想出 哪些离奇的办法来呢 因为天启皇帝一旦驾崩 他这胡家虎卫这俩人 末日就到了 而且天启皇帝一旦驾崩 他们的生命都堪忧 因为他在控制朝政 把持后宫的时候 作恶太甚 树敌太多 不过这两个人呢 对这一天早有防范 怎么防范法呢 就是设法掌握这个 继承皇位的人 让他听自己的控制 来保持自己本来有力 那么怎么才能控制这个 未来掌握皇权的人呢 具体说来他们两个步骤 第一设法不让皇帝生儿子 这怎么可能 可是他们还真就做到了 天启三年三月 这张皇后啊 生了一个皇长子 生下来之后不久就夭折了 你说皇后生皇长子 那理所当然的是太子 对吧 这么珍贵一皇长子 怎么会生下来就没了呢 都是魏忠贤和克巴巴搞的鬼 据史料记载说 张氏有孕 克氏暗主宫人 于脸背时重脸腰间孕坠 意思是张皇后怀孕了 就是这克巴巴呀 暗中嘱咐宫女 在给张皇后按摩的时候 用尽过猛 导致张皇后倒产 所以由于皇长子早产 所以生下来之后呢 就死了 后来其他妃子 生的皇二子和皇三子 都莫名其妙地夭折了 那么克巴巴和魏忠贤 控制未来皇位继承人的 第二个步骤 想方设法让皇帝 生出克家的骨肉 这更不可能了 可是他还是有办法 这克巴巴呀 把自己家中怀孕的漂亮婢女 打扮成宫女 带到了皇宫 就安排在皇帝身边转 一旦皇帝临姓了这个假宫女 那他这假宫女肚子里的孩子 是谁的就说不清楚 以他克巴巴的权利和地位 他说是龙种 谁敢否认呢 这样一来 这生下来的皇子 实际上是他的孙子 而这个孙子如果继承皇位 那他岂不就成了皇帝的奶奶了吗 这招真够阴毒的 幸好这皇帝始终没机会 临姓这个假宫女 天启皇帝没有儿子 这大明王朝的江山就没有继承人 这可成了大问题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没有儿子还有兄弟啊 按照兄中弟级的组织 这皇帝朱尤教啊 就把目光锁定在自己的弟弟 信王朱尤俭身上 朱尤教和朱尤俭 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他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非常好 在天启皇帝驾崩前不久 朱尤教单独召见朱尤俭 兄弟二人一见面 朱尤教就说 五弟当为尧顺之君 意思是 我死了之后 这皇帝你来当 这信王朱尤俭一听这话 立刻加以拒绝说 陛下你如此说 臣罪该万死 可是这朱尤教 主义已定 决意要把皇位 传给自己的弟弟 可是朱尤俭 坚决推辞 说什么不干 正当兄弟二人 争执不下的时候 张皇后 从维曼中走了出来 张皇后对朱尤俭说 黄叔亦不可辞 且是急于一诉 意思是 黄叔啊 你不能推辞 这件事情已经很紧张了 如果不抓紧呢 会生变故的 大明长江山就危险了 话说到这一步 这朱尤俭之好 答应继承这个皇位 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十天 天启皇帝驾崩了 年纪二十三岁 天启皇帝驾崩 可是魏忠贤却密不发丧 就是封锁消息 他想干什么 那还用问呢 想继续控制大明朝最高权力 在这个紧要关头 张皇后 设法将皇帝驾崩 和皇帝的遗诏 送出皇宫 交给了英国公张维贤 张维贤组织一帮子重臣 给姓王朱尤俭上书 劝他继皇帝位 这个朱尤俭呢 经过三次推辞 最后接受了大臣们的禁见 准备进攻继皇帝位 可是这会儿的皇宫啊 完全在克巴巴和魏忠贤的控制当中 非常危险 可是朱尤俭顾不到这一些了 哪怕是龙坛虎穴也得闯啊 他只记住皇后的一句嘱咐 说物时宫中时 就是不要吃宫里的食物 朱尤俭自己带着干粮 在登基大典之前的那个晚上 来到了千兴宫 第二天登基大典举行 朱尤俭既皇帝位 改年号崇祯 成为大明王朝第十六人皇帝 年仅十七岁 可是刚刚登基的皇帝 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 燕党专政 皇帝的权力已经完全被架空了 那么他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 铲除燕党 在很多人看来 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想要铲除燕党 岂不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以魏忠贤为首的燕党集团 在大明政坛上已经根植多年 如今早已是数大根深 更何况大多数人都躲在暗处 究竟哪些人是燕党分子 谁也搞不清楚 年轻的崇祯皇帝想要彻底击垮燕党 显然不能轻举榜 如果行事不慎 极有可能会引火烧身 招来祸断 那么崇祯皇帝究竟会如何解决 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摆脱克巴巴和魏忠贤 在皇宫中对他的控制 那么魏忠贤呢 选择自己能够控制的皇位继承人 这个继谋没实现 阻止信王朱俭俭登基当皇帝 也没完成 无奈之下 只好想方设法 控制这个新皇帝朱俑俭 就像控制他哥哥朱俑教一样 就这样 皇帝朱俑俭和大太监魏忠贤之间 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就暗中开始了 皇帝登基不久啊 这魏忠贤就给皇帝送了四个美女 为了不打草惊蛇 皇帝朱俑俭装着很高兴的样子 接受了礼物 等魏忠贤一走 立刻下令搜身 经过搜身发现 每个美女这衣裙的 这个袋子上的顶端 有一个米粒大小的药丸 这忒神太监认识啊 告诉皇帝 这叫迷魂香 是通过嗅觉起功效的春药 皇帝声令一下 给我毁了 就这样 魏忠贤的第一招失效了 几天之后 皇帝在自己的房间读大臣的奏章 突然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以前从来没闻过 在体内啊 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他就觉得这房间里一定有问题 于是命令太监 给我搜查 找找哪出了问题了 太监们找了半天 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可是那味道一股股的 不断的飘过来 皇帝命令把灯都给我灭了 灭了灯之后 在黑暗中再继续寻找 皇帝发现不远处 有一个火星在闪 走进跟前一看 火星是从墙壁上的一个动物 后面传出来的 立刻下令 把这个墙给我凿开 太监上来七手八脚 把这墙凿开 发现夹壁墙里坐着一个小太监 手里拿了一根香 经过审讯他交代 这根香叫迷魂香 是魏忠贤命令他这么做的 崇祯皇帝扬天长叹说 皇考皇兄皆为此物也 父亲啊 哥哥呀 你都是被这个东西给毁了 皇帝朱友简的父亲 是太昌皇帝朱长罗 继皇帝位一个月就死了 皇帝朱友简的哥哥 是天启皇帝朱友教 当了七年皇帝 年仅二十三岁就驾崩了 他们两个人的死因很蹊跷 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 现在朱友简明白了 这迷魂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识破了魏忠贤的阴谋之后 这皇帝朱友简内心 对魏忠贤呢 是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还不能惊动他 还得装出宫内 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不仅如此啊 这朱友简呢 还把先帝的葬礼 皇后妃子的册封 还有他自己生生母亲 要册封为皇太后 这些事物全交给魏忠贤打点 并且继续对魏忠贤和可巴巴 给予优厚的待遇 完全和过去一样 并没有因为换了个皇帝 发生变化 让人感到 皇帝朱友简继续信任和重用魏忠贤 可是美女即失效 这个迷魂香被揭穿 还是引起了魏忠贤和可巴巴的警觉 就觉得这个皇帝朱友简 跟他哥哥朱友教不一样 那么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不知道 想办法 得探探他的底牌 什么办法呢 这个魏忠贤呢 有一天呢 就向皇帝提出 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 皇帝朱友简一口就拒绝了 因为皇帝知道 这是魏忠贤投尸问路 所以拒绝了他的辞职 这可巴巴想 哎 那这个皇帝对我啥态度呢 于是他也仿效魏忠贤 提出辞职 说我要离开皇宫搬回家去住 没想到皇帝马上就批准了 这就奇怪了 皇帝为什么批准 克巴巴搬出皇宫呢 因为这克巴巴 他是天启皇帝的奶妈 根本没资格住在皇宫 如果你挽留他 却会暴露 挽留魏忠贤 是故意稳住他 所以当克巴巴接到皇帝 批准他离宫的御址时 后悔了 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大早 这克巴巴一声搞诉 在天启皇帝灵前 焚烧了天启皇帝的遗物之后 痛哭流涕而去 就这样 由于克巴巴自作多情 走错了一招棋 让崇祯皇帝抓住机会 轻而易举的 就将克巴巴和魏忠贤 在宫中的联盟给挖解了 那么下一个清除的对象 就是魏忠贤了 可是要清除魏忠贤 那难度就大了 因为魏忠贤的势力太大 各个要害部门 都是他的死党 尤其是兵部尚书崔承秀 和锦衣卫提督填耳耕 这两个人 一个掌握全国兵权 一个掌握京城的 禁卫军大权 不小心就可能引起兵变 危及皇帝的安全 所以要想铲除 燕党集团 首先必须打掉这两个 掌握兵权的魏忠贤的 爪牙才行 那么怎么才能 打掉这两个爪牙 却又不引起魏忠贤的警觉 使魏忠贤没有还手之功呢 那就得等机会了 还没等到机会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索修的人 跳出来 尚书弹劾 崔承秀等人 父母死了不回家 丁雍也就是受丧 有违大明朝 以孝治天下的原则 可是杨索修的上书 被崇祯皇帝驳回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不知道 这杨索修到底是什么背景和身份呢 如果他是燕党 他这是投石问路 如果不是燕党 他就会打乱皇帝的步骤 所以崇祯皇帝 在杨索修的上书中批示到 说这几个大臣是先帝在的时候 由于战事吃紧才同意他 不回家守孝的 你随意弹劾朝中重臣 本该予以严惩 看到我刚刚登基当皇帝 就不处理你了 下不为例 以后再犯 绝不宽容 可是那几个被弹劾的这个官员 却感到心虚啊 就上书给皇帝 提出辞职 回老家给父母定忧 统统被皇帝给毁绝了 这魏忠贤就纳闷了 把魏忠贤冷懵了 心想这是多好的机会 把我的兵权拿下 这皇帝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 不行 我也得试试他 我再试他一回 他就让他身边的贴身带奸 给他草逆了一个上书 递给皇上说 请求皇上 停止在全国各地 给我修僧慈 这僧慈啊 就是人还活着的时候修祠堂 在魏忠贤专政时期啊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 八戒魏忠贤啊 就给他建祠堂 搞个人崇拜 这个上书就很难回答了 崇尘皇帝就琢磨 我要否认了他的上书 那就等于承认自己跟自己的哥哥一样 是个傀儡皇帝 那么如果我同意他的上书呢 就在全国各地停止给他建生辞 那不就暴露了我的底牌吗 这怎么办 皇帝想了想 就在魏忠贤的上书中 批了这样几个字 以后各处生辞 其欲举而未行者 盖行停止 意思是 以后啊 各地盖生辞啊 想盖还没盖的呢 就别盖了 这魏忠贤就琢磨着皇帝的意思 想盖没盖的别盖了 那已经盖的呢 那正在盖的呢 你到底是支持我 还是反对我 这魏忠贤还是没摸清皇帝的底牌 其实崇祯皇帝啊 巴不得立刻将这帮子 燕党分子清理出去 可是现在不行 因为这会儿的皇帝啊 势单力孤 燕党的势力还很大 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 所以崇祯皇帝就决定啊 不动声色 让对方内部产生内讧 露出破绽 以提供我产出他的机会 这叫以静之动 一天机会来了 一个叫杨维元的云南道御史 尚书谈和 兵部尚书崔承秀 说新皇帝登基那天 百官进殿拜业皇帝 可是门口的太监却高喊 兵部尚书崔承秀道 不是这个太监目中无人 实在是崔承秀 专横跋扈 然后又接着 开始为这个魏忠贤 平功拜好了 说先帝在的时候 十分信任魏忠贤 而魏忠贤呢 很任劳任怨 所有的坏事都是崔承秀干的 魏忠贤呢 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该信任这个崔承秀 主意都是他出的 这份上书 不但暴露了杨维元的 燕党分子身份 也暴露了杨维元上书的目的 他想干嘛 他是想把朝廷百官 对魏忠贤的仇恨 转移到崔承秀身上 给皇帝玩了一个 丢居宝帅的计划 崔承皇帝来了个将计就计 你不是要宝帅吗 好 我保你这个帅 以登基大典成功为由 嘉奖为忠贤 给他赏了很多珠宝 你们不是要丢居吗 那好 崔承皇帝果断下令 免去崔承秀所有职务 回家盯游去吧 就这样 丢党手中的兵权 让崔承皇帝给夺回来了 这就为下一步 铲除丢党集团 铺平了道路 这崔承秀被罢官 被免职 朝廷引起震撼 很多官员就开始 向书弹劾魏忠贤 以及他的同党 可是崔承皇帝呢 又不理不睬了 无论百官怎么弹劾 一律不予理睬 那些长期受燕党压制的大臣们 就想不通啊 说这皇帝到底怎么想的 渐渐从这个不明白 就变成了不满 可是这魏忠贤呢 他却跑到皇帝面前 肃委屈 一见皇帝 又是痛哭流涕 就说陛下呀 我对先帝和对您 是绝对的忠诚啊 可是朝廷中的大臣 却上书弹劾我 说我是奸臣 我冤枉啊 然后就嚎啕大哭 纯人皇帝微笑着 与其温和地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信守 对先帝的承诺 我不会在意大臣们的 闲言碎语的 我相信你的忠诚 这一席话 让魏忠贤呢 这心呢 就放在肚子里了 他也相信 皇帝是信任他的 魏忠贤高兴了 可是大臣们着急了 就不明白 这个小皇帝 到底心里怎么想 你说你要是怕被谋杀吧 这克巴巴已经赶住皇宫 你说你怕有人兵变吧 这崔成秀 这兵权已经拿下了 那你到底想什么 你到底怕什么 你到底等什么 怎么就不对魏忠贤 采取行动呢 崇祝皇帝指控元崇患六项大罪 疑点忠愁 导致一代名将离奇被杀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之 元崇患被凌迟之谜 人之谜 人之谜 你 你 不要 我 那是什么 人之谜 感谢观看